硅谷银行的事件还在持续地发酵 周末和今天都发生了很多重磅的新闻 那么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又会对未来成什么影响呢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纪念市场早盘低开之后 就出现了一波上涨 尾盘又有所回落 最终标普百跌了0.15% 道琼斯指数也跌了0.28% 而纳斯达克则上涨了0.45% 板块方面 今天金融板块依然领跌 跌近4% 能源板块也跌近2% 房地产板块和公共事业板块领涨 都涨超1% 这周末可是极其动荡 相信所有观众都在紧盯 硅谷银行事件的后续 如果你关注了新闻 你就会知道美联储下场都底了 而正当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 另一家银行First Republic又崩盘了 今天跌了70% 这事还会怎么发酵呢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最新的情况 周日美联储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发表了联合声明 他们表示周一 硅谷银行的所有储户都能拿到自己账户里的钱 不会让任何储户遭受损失 正式宣布兜底 具体兜底的方式就是提供贷款 财政部准备了250亿的资金 任何有需要的银行都可以拿自己的美国国债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MBS等资产来抵押获得贷款 政府会按照票面价值来提供贷款 也就是说票面价值100美元的债券 即便因为加息价格跌到了80美元 美联储也会按照100美元的价值给银行提供贷款 这笔贷款的利率会是隔夜指数交换利率 再加上10个基点 目前大约在4.6%左右 那么这样 如果银行遇到了资金压力 就不需要卖出自己亏损的资产来回笼资金 周一 汇丰银行宣布收购硅谷银行的英国分部 也让英国的科技圈松了口气 据悉 英国分部总共拥有3300个客户 67亿英镑的存款和55亿英镑的贷款 基本上覆盖了整个英国的创投圈 上周 英国的各个创业公司 风险投资人也在恐慌之下 疯狂地转移资金 于是周末 英国首相苏纳克和英国央行 连夜通话商讨解决方案 最终决定由汇丰银行接手 象征性地出资1英镑收购来应对危机 而收购以后 汇丰将会给英国分部注资20亿英镑 除了硅谷银行以外 周日 另一家银行Signature Bank也被政府接管了 在周五的时候 该银行的一位董事会成员 Barney Frank说 我们当天就看到100亿美元的存款被取走了 而这样的几堆现象 也导致了Signature Bank关门大吉了 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三大银行失败案 Frank强调 其实我们在周五之前都没什么问题的 会变成这样 全是硅谷银行的锅 是它倒闭带来的恐慌情绪 让我们也垮了 Signature Bank成立于2001年 战略主张成为一家对企业更加友好的银行 公司在2018年 和Silvergate一样 入局加密货币市场 也同样为客户们 创立了一个7天24小时的支付网络 来交易加密货币 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公司总共拥有886亿的存款 其中165亿是和加密货币相关 但Signature Bank最终被接管 却让管理层感到非常意外 Frank表示 公司的高层穷尽了一切的办法 来应对几堆危机 其实在周日的时候 整个事态已经基本上稳住了 也让管理层松了一口气 但是政府就突然接管了 也把所有的高层都移除了 在我看来 政府没有任何的客观理由需要这么做 我只能理解为 他们就是想变相地打压加密货币行业 另一边 另一家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也出现了危机 虽然美联储等几大部门宣布兜底 但它今天依然暴跌70% 直接停止交易了 公司在周日的时候 已经宣布了和美联储 还有JP摩根签署了协议 后者会为银行提供超过700亿美元的资金 来应对危机 First Republic银行的情况 又和硅谷银行非常不同 它没有和硅谷银行一样 把所有的业务都集中在一个行业 更没有持那么多的长期国债 所以财务状况要比硅谷银行好得多 本来宣布700亿的额外资金 应该是能够提振市场对公司的信心的 但是投资者却不买账 依然恐慌性地抛售股票 同样 几乎毫无关联的瑞幸集团也在今天大跌 一度跌了15% Charles Schwab也跌了10% 反映了整体市场对整个银行业的紧张情绪 Schab认为 他们和First Republic Bank一样 被投资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了 他说 现在所有的投资者都在看各个银行持有到期的债券仓位 如果你有很大的仓位 或者很大的浮亏 他们就会害怕 你会需要像硅谷银行一样 卖出认亏来回拢资金 这显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其他资金池 我们几乎不可能像硅谷银行一样卖出 另外 我们80%的存款都在25万以下 这些都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护之下 所以我们现在很健康 阿吉认为 硅谷银行的倒闭确实是个黑天鹅 但是目前来看 投资者确实有一些过度恐慌了 这一场黑天鹅事件归根结底 就是一场击队所引发的流动性危机 银行的资产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流动性危机很好解决 只要有人愿意提供流动性 那么事情就能解决 而美联储和财政部都出面说要兜底提供流动性了 所以这就能稳住储户的信心 避免挤兑的发生 另外 深究一下硅谷银行倒闭的原因 会发现它没有普遍性 首先它几乎完全依赖创投圈来发展 没有分散化客户风险 其次 它寂静地买进了大量的长期债券 占比非常高的同时 又没有对冲保护 像它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在其他银行身上是找不到的 也就是说很难会出现第二个硅谷银行了 不过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加息给市场带来的影响 只要加息继续 像SVB Signature Bank这样的局部风险 还有可能会发生 这是需要我们投资者留意的 不过阿吉认为 这些局部的风险并不会引发金融系统的整体危机 美投君在周末的主频道视频当中 就这一点做了系统性的分析 感兴趣的看官 欢迎回看 说到加息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件事给美联储的加息预期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次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 不少投资者都在期待着 美联储有可能会放缓加息 那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根据CME 投资者已经认为下周加息50个基点不可能了 现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73% 而不加息的概率 则从0一下子上升到了27% 同样市场对于终端利率的预期 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现在终端利率的预期 就是4.75%至5%的区间 而且只会保持到7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市场已经预期7月份的时候 美联储就会开始降息 利率区间将会回到4.25%至4.5%的水平 而这样的概率高达44% 到了年底 市场预计美联储会再降25个基点 最终12月份的时候 利率水平会在4%至4.25%的区间 以7月份的加息预期为例 从图中下面的表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最近市场的飞速变化 就在上周五 5.25%至5.5%还是概率最大的利率选项 现在直接降了100个基点 高盛就认为 美联储这个月的会议会选择不加息 不过可能会分别在5,6,7月 加息25个基点 当前对于央行来说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 而控制通胀 则是一个更加长期一点的任务 起码有了硅谷银行事件以后 现在官员们一定在讨论暂停这个选项 不过高盛的观点并不是主流 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就认为 3月份还是会加息25个基点 而且接下来的几个月也会继续的加息 LPL Financial的首席全球策略师就表示 这个危机还不至于让市场认为 美联储会就此转向 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则更认为 如果美联储暂停了 这会重创他的信誉 宝威尔一直在说 官员们的决心是坚定的 一定要把通胀压回2%的目标 但市场一直都不太买账 如果现在就暂停了 一定会让之后的任务更加艰难 彭博的经济学家 Anna Wang则强调 不能高兴得太早 如果明天CPI的数据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火热 那么50个基点 可能又得回到台面上了 对于明天CPI的预期 市场认为会环比上涨0.4% 比1月份低了0.1% 全年来到6.0% 核心CPI也预期环比上涨0.4% 阿吉非常同意花旗经济学家 和Anna Wang的观点 投资者可能太期待美联储放软了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 硅谷银行这场流动性危机 在有了美联储兜底之后 应该难以继续扩散 这个时候 即便明天的CPI不火热 我也不认为美联储应该放缓加息 很显然 这次银行的流动性危机是可控的 但是通胀还远未到可控的地步 外加在2月份的大飞浓和汽车数据当中 已经有迹象表明 这次CPI的数据 大概率不会太好看 所以我不认为 美联储应该在这个时候改变货币政策 更不要说7月份就开始降息了 要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反而认为市场的风险是增加了 虽然美联储他们宣布兜底 保护了所有的储户 但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长期的问题 道德风险 这个风险也有必要聊一聊 看看它会怎么影响整个投资的环境 所谓的道德风险 一开始源于保险 因为被保人所造成的损失 由保险公司承担 所以如果被保人不管不顾 这就会使得保险公司承受更大的风险 后来道德风险就广于上表示 当一方缺少责任 或者缺少惩罚约束的时候 那么可能会利用规则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最终造成其他人的损失 风险投资人Chamath Polyhapitia就指出 硅谷银行会倒闭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创业公司烧钱还是太严重了 他说从去年年初 我就每天和我底下的创业公司讲 整个环境变了 你们必须砍成本 保证一定的资金量来度过这段时间 但是行业内的有些创业公司 不愿意面对现实 他们背后的风险投资人 也不愿意开启这个艰难的话题 所以那些努力降成本的团队 就被一部分天真的团队给坑了 那些天真的投资人和创业团队 才是应该被惩罚的 而不是前者 如果跳出来看政府的动作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解读 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动作 相对告诉所有的区域银行 小银行 你们是不能倒的 如果出事 我们会兜着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如何避免未来这些银行 从事更高风险的活动呢 华盛顿智库的高级研究员就说 这次兜底再次改变了 整个美国体系的激励机制 预示着任何银行业的损失 将会由全社会承担 或者更进一步说 如果所有的存款都被政府保护了 那么还要银行干什么 随便放在哪里不都一样 反正没了 那就找联邦政府要啊 彭博的分析就表示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保的是普通美国人 如果你有超过25万的资金 按理来说 你的风险意识会更高一些 尤其是企业账户 还有专业的财务进行打理 可是 要是每次银行出事 都有政府兜底 那对于那些大的储户而言 就再也不用考虑 任何机构的安全性和风险控制了 哪里给的利息高 我就把钱存在那里就行了 对于机构而言 他们也可能为了吸引这些资金 开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条件 而且 如果下一次出现了更大的危机 有更多的存款出问题 要再救一次吗 阿基认为 当前美国拥有超过4000家银行 中小型银行的透明度 远不如像JP摩根这样的巨头 对于道德风险等监管问题 我是比较担忧的 即便之后国会出台法案 规范中小银行的行为 比如要求银行持有到期的债券 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 但也还涉及到执行的问题 究竟要如何落实这些法案的监管 才能够避免更大的危机呢 盈透证券的首席策略师就说 像道德风险这种问题 只能留给后人去考虑 当前政府也只能救急了 我个人也是同意这种看法的 应该先解决当前的困难 然后再慢慢思考 如何从监管入手 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08年金融危机以后 政府也是在事情结束了之后 才去做了一系列的监管和政策 因此未来我们必然会看到 政府进一步提高对于区域银行的监管 只不过这次的监管难度 从执行层面上会更难一些 最后我们来聊聊比特币 上周五还跌破2万 今天就大涨了15% 占上了24000美元的大关 而造成比特币的大涨 都归功于美联储的兜地动作 首先这个举措拯救了 与币圈密切相关的Signature Bank 另外也拯救了稳定币USDC 根据CoinMarketCap USDC是币圈的第五大货币 对整个币圈的流动性 有重要的影响 USDC的发行商Circle 拥有大约33亿美元 都存放在硅谷银行 这笔资金是拿来给USDC背书的 在周日美联储和财政部 发表声明之前 投资者都不确定 这笔钱能不能恢复 USDC也出现了大跌 本来应该1比1兑换的 一度跌至0.86美元 但是因为政府部门就是 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了 明天早上8点半 就是重要的CPI数据了 别忘了关注哦 周三早上8点半 还有零售数据和PPI 周四早上8点半 有新建房屋数据 建筑许可 费城联储分行制造业指标 周五早上10点 消费者信心指数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三盘后的Adobe 周四盘前的Dollar General FedEx 周五盘前的小鹏 以上就今天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这输出不易 还是支持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